我们今天邀请到可爱创意科技的陈诗玄创办人际执行长Candice 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分享她的创业心路历程和故事 Candice你好 你好你好 哈喽大家好 今天就是我们的现场这位 非常的活泼跟热情 那首先第一个想要就是询问Candice的 就是你当初怎么会想要创业 然后就是你的起心动念是什么 那时候想要创业毛小爱其实是有一个自己的问题 因为就是一个通常创业都是有一个 先用自己的问题看来看看大家有没有相同类似的问题 那时候其实我把我们家狗狗Sky带回来台湾 然后他跟我一起从美国回来 那那时候在美国的时候 其实我也生活步调蛮快然后蛮忙的 可是很方便就可以找到附近的Pets Sitter 然后回来台湾之后发现 诶我没有办法找到用相同的服务了 那我又觉得很困扰 然后找我要忙的时候找人散步也找不到 找家人又很烦 那我在想这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还是每个人都有 所以我就开始做一些调查 然后开始问 诶我陪你亲朋好友你们家不跟你要忙的话 你狗狗怎么办 猫咪怎么办 然后说好烦喔 每次要拜托我爸 拜托我弟 拜托我表弟 就是看到大家都有这样子的问题 然后刚好我那时候当志工 然后又看到了一些很多爱动物的人 他们很想要帮助他人 然后所以我们就做了这样子的平台 那时候就打算 诶那我看美国的方式把他带回来 然后把他用的比较像适合台湾local的文化 然后就打造了毛小孩这个平台 有点像所有爱动物人士都可以参加 加入到这个里面 那这个APP里面有 浪浪可以中途 浪浪可以领养 然后你也可以同时帮人家照顾毛小孩 不过要所有专业训练 然后要通过考试等等 所以你也可以申请当这些帮人在照顾的人 但是一定要通过我们爱的生活 要是爱动物人士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 我们毛小孩的初衷就是透过科技和共享经济的方式 让每一个毛小孩都可以被爱 然后包括浪浪跟所有的毛小孩 这是一个很棒的初衷 而且一开始算是自己的问题 那其实你也看到说 其实在台湾有很多这样子的人有这样的需求 以及就是台湾可能有流浪动物的一些问题 所以希望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毛小爱是这个可爱创意科技公司的旗下的一个品牌 嗯没错 对那这个品牌就是比较主要的特色 以及就是你们主要的服务的项目 是要可以再跟我们详细的就是分享一下吗 OK像刚刚提到的比较像是 我们为什么创毛小爱的初衷 对 然后毛小爱其实就是一个透过科技 就是用APP的方式很方便 然后也是里面社群的人都是爱动物的人 所以用方便跟科技共享经济的方式 结合起来的一个产品 那在这上面就可以找到附近跟我们一样爱动物 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 帮我们为我们家的狗狗 帮我们道府照顾他 帮我们喂猫 或是特别的帮大家出去散步 喝洗澡等等 直接都可以有我们现在刚加的寿衣服务 所以我们有非常多各式各样不同的服务在 这个平台就可以找到 然后加上浪浪的还有活动都可以参加平台 加入我们社群里面就可以参与的 然后价格是非常清明的 然后品质也是非常专业 这是我们主打方便专业 还有它的价钱是非常清明 因为他们大家都是爱动物的人 所以我们会互相帮忙互相support 所以猫小爱主要是一些关于宠物的内容 那就是任何一个面向其实都可以在里面找到相对应的服务 是吗 对 然后用app很方便 就输入自己的猫小孩资料 然后搜寻自己需要的服务 那我们就自动帮你每一盒推荐 现在有空然后又有收这样子训练的人直接推到上面 就直接用数据分析帮你派遣一个最适合你的保姆美容师或收益 这个真的是蛮方便的 而且对于就是有可能宠物的人的话 其实是一个非常方便的app这样子 那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 因为就是就是Candace自己就是 你说这是一开始你遇到的问题 那后来就是其实你并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或背景 那这样子在创业的过程中 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觉得比较困难的 那你要是基于生安的理由 就是愿意去坚持努力 因为真的很爱动物 所以当有这个真的很爱动物 然后看我们家Sky在那边很可爱 看着我拜托我赶快创业解决他的问题的时候 我就觉得不管怎么样 我如何都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虽然回来台湾一点资源也没有 完全不了解这个产业 但是就是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 那时候我就有这样子的心态 所以我就会到处去找 我不会做的事情 我就会找会做的人来 我不懂东西我找懂的人问 那我知道我自己懂什么 我自己的优势是什么 我把所有的资源结合在一起 一定就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我一直都相信 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只有很难解决的问题 就只要有这个determination 很determined 很坚持的动力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所以对于就是Candace来说 可能就是也没有感受到什么特别困难的事 是吗 我当然也有躲起来哭的时候 比如说上次刚刚有提到 就是有人找网军 然后来攻击我们的时候 那时候我其实很伤心 但是我应该是第一次被 被这样子 遇到这样的问题 然后我也是回家很伤心 一直哭 想说我们在那边做对的事情 为什么大家讨厌我 我还一个一个私讯这些网军的人 我还发现是假账号 但是我还一个私讯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喜欢我的服务 为什么不喜欢我 为什么不喜欢我们的产品 但是我后来发现 哦不要太担心 这其实只是代表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很有竞争力的 所以就其实什么事情都没有想象的招啦 所以其实有一些遇到一些问题 但是就是要想办法克服 然后就像身边的人都很support 大家都说不要担心 这真的只是你们太强而已啦 想一想 好像也是 然后隔天就不哭了 擦掉泪 然后直接去冲下去 对就是还是会遇到困难 还是会遇到难受的事情 但是就是可能对Candace而言 就是你有一个很正常的心态去面对这些事情 对 然后刚刚提到的那件事情 也代表说你们真的是被看见 而且就是有值得被攻击 也是在攻击 那请人来攻击 那还OK 对 那请人还要钱 还请人还要钱 对一个攻击要多少钱 十块钱 就代表说其实这件事情慢慢的被看见 然后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这样子 对啊 那接下来想要就是请Candace分享的是就是那有什么样的经营的理念 以及就是你希望透过这个APP 或者是说这个品牌能够带给大家的价值是什么 以及就是有没有什么是你想要呼吁跟推广的 嗯 其实我们就是以爱为初衷的一个平台 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名字里没有毛小爱 为什么可爱创业里没有爱 虽然我们想说用另外一个爱比较文青 但是我们就是一个很 大家都是充满爱动物的心的团队 那我们 这就是我们很care的一个初衷跟理念 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提供服务的人都要真心爱动物 为什么我们 想要帮助这些狼狼 因为真的就是爱他们 对他的感觉 大家都看得到 我们 我们收到非常非常多的feedback 这段时间已经有一两万一两万的用户 然后也有很多人用过我们app就留下的评语 我们看到了真的就觉得很贴心 这真的是为什么我们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当然也有很多人觉得 哦你们的爱太抽象了没有人懂 哦你们 你们那个是做不起来的啦 没有人care 然后我们当然也有很多人是不相信我们的理念 但是我们很坚持 这是我们相信的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用爱的力量 就是因为我们是爱动物的人 有我们的力量 有办法照顾到这些 现在没有被好好对待的宠物或是毛小孩 还有帮助到这些需要被帮助的浪浪 同时都可以一起做 同时做到 就是我们社群的力量 嗯 对就是 就我所知 你们很多团队里面的人 也都是从可能志工这边去寻找的 所以就是这个爱的能量可能是毋庸置疑 而且也无法忽视的 对 太多爱了 非常狂 就是把爱传递出去的这个感觉 那这样子有没有什么样的就是计划是你接下来预计三到五年内要去执行的 那或者是说在最终的时候你会希望这个品牌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们希望在其实因为我自己有很国际化的背景 然后我们团队都相信很想要把台湾传达出去让全世界看到 所以我们希望在台湾做好了这个base之后可以快速扩张 让就让我们越快速扩张越多毛小孩悲哀 所以我们希望在一年内可以八个月内 其实就八个月可以赶快扩张到全台湾 就是所有台湾的大都市都扩张好 然后让更多人把毛小孩当成生命 让他们当作生命而不是物品 快速扩张之后八个月 然后八个月后我们就希望可以走国际了 因为其实我们有平台的力量就是其实是软体嘛 软体然后用软体去救团找爱动物的人 所以其实我们因为有软体的优势换另外一个语言 就可以进到现在一个市场 然后只要有这个model 我们现在用志工的方式推 那用当地的志工就这样扩张出去 当地的人扩张出去 所以很快速的就可以到纽西兰奥克兰 也可以这样的方式扩张出去 然后我们有我们当然有我们有结合KOL的方式 KOL跟志工然后在那边推出去 加一些Google广告 Face广告就很快速就可以扩张到这些各个不同的国家 所以我们预计是在三年内可以有70万用户 然后大部分的亚洲国家都可以由我们的平台服务了 这个计划就是非常的清晰 而且就是就像你说的 我觉得以App的形式来做的话 它其实是没有个国界的 对那在一开始的设定可能Candace也是觉得说 本来就要走向国际 然后让大家更重视这件事情之外 也看见台湾的一些软实力跟就是我们的能量 这样子在最后一个问题想要请Candace 就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你在创业的这些累积跟就是这些经验上 有没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注意事项 以及就是建议可以给我们想要创业的朋友 那尤其是针对可能跟您相同产业的这些朋友 有没有什么方向给他们 其实很多人很多人都会有idea 都会有想要解决的问题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去做 其实没有做你不知道这到底会不会 work 那你要做之前你一定想要解决一个问题 你才会想要去做 那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为什么是你解决这个问题 要先想为什么是你 为什么只有你才有办法做到 那你有调查你是唯一 调查现在真的有这个问题的人 是不是只有你还是大家都有这个问题 然后做一些基础的调查 其实就可以下去执行去做了 然后我们做的话我建议是先从 因为是比较科技的话可以先从MVP开始 就是minimal viable product先开始 才不会花那么多的资源 去验证你这个idea到底会不会 work 就可能我们这个东西就算用Facebook社团 或是Google表单都会完成 那其实我们在最少cost的情况下 因为情况是很贵嘛 那最少cost的情况下就可以验证 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需求了 所以我建议有idea的可以先执行 先想一下很快做个survey 亲朋好友然后公园发一发 然后OK了其实这一个礼拜就可以完成了 就可以做好一个MVP然后去run了 那work的话其实很清楚可以看得出来 那我们其实有一个公式是 只要做到你的客人的lifetime value 比你的cost per acquisition还要高的话 那基本上这个model就可以 你就可以做出一个真的work的产品了 那就是cost per acquisition就是 花多少钱才让一个人验证的客人 lifetime value就是这个终身顾客价值 所以这公式其实非常合理的 那之后就可以ready to scale了 其实就是蛮直接的科技业的产业通常都这样走 嗯哇很具体的这个建议 对非常具体的 对对对对有想要就是往科技业走的 就是大家可以参考看看这样子 那今天很开心可以听到Candace跟我们分享 就是他的创业新路理财产的故事 对那整个过程我也感受到就是你对于 不管是创业热情也好 对于社会公益的议题的热情也好 或者是说对于台湾这块土地有很多的能量 就是你很相信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有感染力的 那谢谢Candace过来 就是非常的开心 谢谢今天 谢谢谢谢 好